会中心也给出了为解封指引 包含了是餐饮场所 符合规定就可以内用 部分县市首长已经明确表态逆时钟 昨天桃园市就领头了餐厅禁止内用 而新北市呢在今天也跟进 至于台北市还在研议当中 眼看着内用为解封 各县市标准不一 专家忧心会增加民众跨区移动 成为防疫的破口 行政院长苏贞昌亲上火线 表示相关的指引会让县市政府 根据各地的状况弹性调整 我非常赞成开放内用 因为真的生意很差 就算一个我都OK 我觉得内用不用 意见还没有很好 七一三为解封指引出炉 餐饮业有条件开放内用 但业者看法两极 就连各县市政府态度也不同掉 指引公告当天桃园市领头 宣告餐厅禁止内用 台中市则是禁止夜市内用 餐厅内用还在研议 台南没有明确禁止 却像高雄一样都是鼓励外带 至于新北市稍早拍板 餐饮业禁止内用 北市态度九号公布 这个县市就是自己的疫情控制的方式 还有可行的方式 重点是要可行 因为在执行在整个管理 以及业者很多做不到的地方 所以为了落实防疫 餐厅夜市小吃一粒不内用 六都内用为解封明显有县市逆时中 包含绿营执政县市在内 行政院长苏贞昌亲上火线 放宽指引的调整呈现 各界有不同的情况 也让地方政府可以视各地 不同的情形来做相当的弹性调整 到底能不能内用 这个用刚性的规定规定下来 然后如果出现了感染爆发 要怎么样处置 中央要给什么支援 这个都要讲得清清楚楚 中央定方向地方政府执行 但就怕各县市为解封标准不一 造成民众跨区移动 又让好不容易趋缓的疫情 增加破口机会 静零秋黄伟才台北报道 中央定方向地方政府执行